于谦父亲丞相声常用梗,老人家只说了三句话,忙又大笑不已,但今相声界除了一些老艺术家之外,地位比较高的就是郭德纲了。 他曾跟谁多位相声大师学习过,对于这门艺术也是非常精通的。 虽然现在听相声的人不是特别多,但毕竟是中国的传统艺术,能够把相声说好是非常不容易的,他不仅讲究说学逗唱,而且讲究与搭档的配合,以及对于包袱节奏的掌握。 他与自己的老他当于谦,也合作了快到二十年了,两人之间的默契无人能及,而且于老师也是这个圈子里的老前辈了。 他虽然身价很高,但平时却喜欢自在的生活,最终矮的就是一些小吃摊,甚至请一些明星大咖吃饭,也都是亲自下厨做大锅饭。 他的三大爱好观众们都了如指掌,在两人的合作过程中,郭老师最喜欢说的就是一间的父亲,因为在相声界,台上是部分大小的,只要是为了包袱可以拿一些长辈来说是, 只是不要太过,虽然在舞台上如此,但不知道对于自己成为向上常用梗这件事。 与老爷子怎么看,毕竟有些老人对于这种事还是比较保守的,经常拿自己的名字来说是,会不会让他觉得不太舒服呢? 老爷子名为于庄静,是一位工程师,工作的时候从事地址勘探的老总,更是这方面的专家,也是一位想当当的人物。 不仅有些疑惑,对于老爷子这样一位有头有脸的人,这样在舞台上被拿来说是,他会不会因此生气? 不过事实上,于老爷子对此表示非常理解,因为自己的儿子也是说相声的,他也知道向上是一门艺术,只是为了博大家一笑。 他们说的事情也都是虚构的,虽然总是拿自己来说是,大俩人的作品却是非常优秀,曾经有人跟他说,郭这么损他,以后就不要喜欢对方的相声了。 但老爷子却并不这么认为,他知道说相声都很不容易,自己应该对此表示支持,也算是为中国的传统艺术,做出一些贡献。 老爷子的这种气度,真是让敬佩不已,不过有人说,于琴觉得总是拿老爷子开算不好,怕老两口听了会生气,所以一直不让他们到现场去听相声。 不过他的担心是多余的,两位老人也曾经去现场听过相声,并且表现得十分大度,面对郭的开算,老人家只说了三句话。 他调侃道,有机会,要找郭的刚谈谈,你拿我找了,我还没管你收费呢。 网友们的制裁说的这番话,之后大笑不已,也觉得老爷子实在是太可爱了。 虽说在大家的观念中,拿长辈来开算,是不太礼貌的行为,但觉得老人家不介意就好,而且舞台上只是虚构,并不是实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